哈嘍,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天12月6号,一名中国导游带团要出发去哪?去意大利 结果在机场的时候啊,他突然秀出中国国旗 然后说到,这是咱们出国保命的保命符啊 危难时刻出世国旗,说咱们是中国人 来自强大的China,这样就可以避免掉很多很多纷争啦 结果这些游客啊,可能有第一次出国了,对吧 可能屏障在看那个网路上,抖音快手 欧美国家,好乱,好可怕 所以他们表示什么,第一次感觉到国家的重要性 中国太牛逼,太强大了,笑死人啊 是因为当天12月6号,意大利政府宣布要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 因为意大利要退出这个一带一路,所以你要拿国型 意大利现在兵凶占国,你搞笑啊 我告诉你,去意大利,哪里最安全 去拿破里,你们叫拿破洛斯 去南意,南意是最最最最最安全的地方啊 那边超级多中国人开的商店跟零售店 真的超多,不接受反驳,尤其是零售店 去那边旅游就对啦,小心啊 在海外啊,坑中国人的,还得是中国人 看到国企秀出来,吃定你了 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枪 你还别说出国勒 你看你在机场,你们自己中国导游就在跟你了 我在想啊,这个导游是不是跟你们这个团有深仇大恨啊 怎么这样害人不浅呢 而我跟你说啊,你们这个罗马机场降落 过海关的时候,直接修中国国旗 你就会被海关人员跟那边的警察告知啊 您将与台湾人走不同的通道权限 毕竟我看到这个国旗就知道你是天朝上国之人啊 你们通道什么的,大概就跟叙利亚、伊朗、奈及利亚之类的那些国民啊 享受一样的福利待遇 我们台湾跟这个日美纽澳啊 这些邪恶的西方阵营啊,就走这种邪恶通道 大概10分钟15分钟,哇,非常的麻烦 而我这次来到欧洲见到这个蛮多这个游说的团体 我是在这个反对党旗下做事的一些游说团体 发现他们大部分是海外的中国人啊 当然也有台湾人 但他们希望台湾能越来越好 希望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或是新商人的政府 能渐渐的对台湾做出一些表态 只要任何的表态在政治上的意义都是非常的大 那对欧洲的民间啊,他们也会进行科普 这些不是台湾人的中国人啊 在海外还是这样帮助台湾对吧 结果台湾还有一些人在舔共或是自我放弃 甚至认为中国啊,也可以好好的跟他谈 那些被迫害来到海外的那些人 中共跟他们好好谈了嘛 他们好多人都还是拿着难民庇护的身份 为什么他们要拿? 因为被中共破坏了 不要忘记这些人啊,即便被迫害流亡到海外 还是不忘尽自己所能的帮助台湾 而我们前面讲到啊,有中国团拿国旗去欧洲 对吧,去意大利 展现大国风范之外 还有一位叫做月月环球季的中国网红 诶,他就没这么幸运了 他这四年啊,都在世界各地趴趴走 没有回去中国啊 而最近这几天啊,他终于回到了他暖心的祖国 一下飞机过海关,呼召马上被尖叫 这个回力标来得又急又快啊 跟去年一位要去卡达 看世界杯的小飞红一样 我护照被剪脚了啦啦啦啦啦 还记得吧 实在是暖情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 我现在在成都国际机场中转 然后一会儿飞深圳 进湘庭更切啊 晚上是不是就可以麻辣烫火锅安排 真的是感觉国际好现代化 这个机场是会发动特别好 申请健康码刷护照入境 现在是晚上两点钟了 今天那一天过得好漫长啊 在我四年来回国的第一天 我的护照居然被收走了 你能想象吗 我现在在我们就是深圳的这个酒庄 那个房间里面啊 很多入境海关的时候 他们说宣布我的这个护照作废了 然后他们说他们不知道具体原因 他们说是我老家移民局就张评 出入境口案做的决定 他说我的护照作废了 我们可以发现他回中国那时 笑容满面荣光焕发满心期待 结果护照被剪较之后啊 坦特焦虑不安心率不整 我看改名叫做月月还护照记会比较实际一些啦 我们可以看到他刚刚说这个申请健康嘛对不对 当然你们可以说是台湾人P图的啦 2023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来我们可以看到已做核酸检测 12月5号不愧是中华文化的这个传统习俗哈 都几年了还在核酸 当然啦小粉红肯定又要说 诶我那谁谁谁啊 朋友啊大姨妈啊故障啊回国啊 都没有呼召被剪较啊 所以肯定又是台湾演员在作秀造谣啦 我只能说没有错你说的都对 我啊从小到大也没看过八国联军 鸦片战争日军侵华 毕竟我是没有真实看过啦 所以肯定又是咱们的台湾演员啦 大时光心意回去作秀编故事对吧 篡改历史啊耶 真的很坏耶 而同样的事情啊也发生在意大利 那这次的故事啊是来到了威尼斯 一群中国大妈包船搭了这个贡多拉 结果翻船了 估计是思乡情绪泛滥啦 想落叶归根啦 怀念作咒罢周啦 贡多拉是这样子啊 你可以选择一艘船跟其他游客一起搭乘 大概是四到五个人吧 那就是平分一艘船的钱 那也可以是一个人甚至情侣两个人包船 那也是一艘船的钱 因为我上个月才搭书我大概知道了 那换算台币应该印象中是三十千啦 总是意大利船夫啊 就警告这些中国大妈 过去的时尊哦 不要乱乱当当啦 你会漏水哦 你想啊 我们都叫他中国大妈了 他怎么会听呢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些桌桌大 啊中国大妈 的一些落难记的片段 在玩嘛 在不听话嘛 还一直在那边大妈视拍照 哦 我只能说啊 开去威尼斯城里 其实那边的水啊 不是很深啊 但很冷啊 要知道前几天啊 大中欧地区啊 从这个奥地利啊 到瑞士东北部这个地方 还有一点点意大利的山区啊 大爆雪啊 我还被困在新田业堡两天啊 最冷来到零下负十六十七度 哇那真的是非常可怕啊 出去一下 动动住啦 威尼斯虽然没有这么冷 但当时应该也有个 两度三度 四度 十度以内 但是这个温度在水中啊 真的是寒风刺骨 会变冰雕脸的 虽然这个粉红动不动 就会说哪国又歧视我们啊 又看不起中国人 诸如此类啦 但接下来要带 给粉红的影片 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怕你们这个政治思想没有做好 破防了 你把这个爱辉条约的这个图 放在大街上 你让所有的人都看一看 你说你的 你的骄傲 你们与大清朝 签立的这个合同条约 是不平等的 大马路上 车来车往的都能看到 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看到这个图 看到你这个广告牌 都非常伤心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 翻译过来是爱辉条约 1858年 为过去感到自豪 我们这样 现在是未来 寄好了同条约 中国人都寄好了 他们在这个位置 至今啊 中国政府 一句屁话都不敢说 你想想啊 这种话放在美国 放在英国啊 英国的那个大英博物馆 前几个月都被你们粉红 跟中国政府闹成这样了 这个俄罗斯这个牌子放多久了 而海生卫这个地方啊 还有一个纪念碑 上面也是写类似这样的话 历多久了 两百多年了 快两百多年了 历在那边 你中共政府 一句屁话都不敢坑 粉红一句屁话也不敢想 甚至还出来帮忙协力说 这都是历史事件啊 现在中俄友谊就好啊 都过去了 计较什么呢 对笑死了 那你跟日本 跟美国在计较什么 在铭记历史什么呢 俄罗斯这个地方啊 没有一座城市是有唐人街的 反而是你恨的欧美日韩啊 都有唐人街 而且我要说真正的历史脉络 这个海森威会变成 这个沙俄的领土 至今给俄罗斯传承 与中共国人一点屁关系都没有 因为你法统继承啊 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而你现在占领的领土 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而中华民国至今没有被你消灭 没有被你消灭 所以你并没有取得它的合法正统性 而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也不是后经消灭了蒙古帝国后 取得可以说服中原的法统的 那个女真主 你也可以叫做大清 而这个继承的脉络应该是这样子 后经 再来大清 再来中华民国 因为大清有写这个合法的让渡书嘛 把国家让给中华民国嘛 推卫兆书嘛 而大清啊 他占领的领土啊 是大明的 但是大明真的是完全被他消灭到 一趴的土地都不剩 你全部消灭你就合法了 但中华民国没有被你全部消灭啊 然后现在这个法统啊 是在台湾 所以你要恨俄罗斯啊 恨这个海生会被抢走 恨这个条约啊 应该也是当年从大陆来的中华民国人 再恨吧 与你小粉红何干啊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 海生会那边算是满族大清的家乡领土之一对吧 与你这个粉红汉人 中原人 有什么关系呢 你是被满洲人殖民的 你被满洲人殖民 然后你现在心心力量啊 怎么大清的皇家的这个领土被抢走了 与你何干啊 你给他做奴才的 分都没有啊 圆明元跟你有什么关系啦 你是奴尔哈士后代还是 耶和拉他家族后代 你什么都不是啊 你只是一个找不到工作 或是每天上班十到十二个小时 单休的粉红 即便今天中国领土越来越大 你约入还是两三千三十千啊 我们来看这张通告哦 这张通告只是其中一个 其实你们去推特上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中国的这个企业工厂都已经发了这种通告 由于经济低迷 市场需求持续下滑 公司决定从2023年12月11号开始放假 2024年3月11号 当天全厂员工照常上班 哇放了三个多月多暖心啊 没按时上班了算自动离职 放假前请各组做好机器养护措施 诸如此类的要把钥匙交回去 确保关水关店 发文时间是12月4号 之前这个粉红还不是在那边包裂说什么 啊除夕既然没有放假 我要连上好多天班 哎对他们听到了 现在直接放你三个月 爽哈 好今天影片到这里就结束 喜欢记得也订阅我不想记得 一定要帮我封锁 我是Ospot 小小姐见了 拜